在淡水水源国小今年是将校门口进行大改造 不仅校门口的阶梯用上了彩色磁砖拼贴 校门口的两旁还有许多学生创作的陶板画作品 校长就表示这次的大改造融入了许多水源周边的自然元素 和校园五棵老龙树相互引 在淡水靠近三区的水源国小 为了庆祝今年一百周年的校庆 去年在地方明代争取经费帮助之下 今年将校门口进行大改造 而目前也已经完成 水源国小大门面对北新路是学生的重要门面 而校长表示这一次的大改造 将校门口融入许多水源周边的自然元素 与校园的五棵老龙树相呼应 我们学校当时设计这一个校门的状况 是想说以我们社区的旧有的地形特色就是梯田 然后还有水源一直后面的水源锡的尊高 这样的一个意念 后来所以来做设计 然后后来再这样想说 小朋友的作品应该可以融入在当中 所以我们就融合现在的樱花 所以用圆形的这样的一个元素 把孩子的淘土的作品也镶嵌在上面 校长表示水源国小自然生态丰富 在校门口的阶梯上用上了彩色瓷砖拼贴 阶梯长度不一 就是要营造水源里早期的梯田景象 而另外还有水源锡的自然风景 而在校门口两旁还有许多学生 所创作的陶本画作品 校长表示在校门口这一座大门有大关就 以及百年老龙树的图样 呼应校园的自然生态环境 而在学生的淘板画作品当中 由水源相当有名的樱花茶花等花卉 营造出百花齐放的感觉 也让学校的大门充满水源的自然生态环境 营造不一样的学习气氛 记者许多关一的学生访问报道